如果上個禮拜沒存到檔 像這個公式你可以直接從哪邊取得呢 其實我雲端上也有 像我剛剛這個檔 我上個禮拜好像也存到那個 好像下載 我是沒有存到隨身碟 我今天再把它重新再把它開起來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公式了 我是把這個公式Ctrl C 然後直接在這邊Ctrl V 打個勾向下填滿 第一個就有了 第二個是拿這個複製過來 把這個公式拿到哪邊呢 拿我們雲端白板 其實就是從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這個檔 的第幾頁呢 剛剛的第三頁 然後這邊有第三頁 底下這個也是從這邊Ctrl C 然後Ctrl V 貼到這邊打個勾 然後再把它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這樣子就有 這個名稱我把它改成TESA 如果你有這個的話 後面VBA就可以做了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不是錄製聚集 因為錄製聚集的話 是它幫我們產生的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要自己寫的話 那該如何寫 首先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先拖拉過來 一樣把這個TESA 拖拉在Ctrl鍵 把這邊改成VBA 所以我們這邊先用VBA寫 VBA該如何執行 OK 首先第一個 一樣 我優標先放在14儲存格上面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能夠把這個公式 有沒有上面這個公式 直接就放到這裡面來就好了 把公式放到這裡面來 那在VBA裡面該怎麼寫 大概這個地方 首先第一步 我們先開啟Video Basic 一樣對不對 第二步的話呢 那以後你如果要寫VBA程式的話 記得喔 如果我說它這裡面已經有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有錄製聚集 就會有模組 你可以直接寫到這裡 或者寫到它底下都沒關係 那如果說呢 假設有同學可能這邊沒有 我把它移除掉 那怎麼辦 記得喔 如果裡面沒有那個模組的話 記得按右鍵 你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在模組裡面才能夠寫你的VBA程式 特別注意喔 然後呢 我要寫一個程式 也許叫什麼 輸出門號好了 門號的公式 這個公式 我想要把它丟到這裡面來 該怎麼做喔 那我這邊的話 如果說 往下捲動好了 我等一下寫的其實是在 第幾頁的底下 這邊 這個是錄製聚集 這個是串接啦 上個禮拜的這個串接錄製 錄製的結果 也有把它放在雲端上 如果說我想要寫一個類似像 把門號的結果輸出到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當然呢 至少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怎麼 把公式丟進去 OK 丟到哪裡呢 丟到指定的這個儲存格裡面去 那寫的方法 一 你先在那個 這邊模組裡面 先新增一個模組 第二個的話呢 先打一個敘述叫SUB 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說你要在那個VBA裡面寫一個 類似按鈕的功能的話 它的開頭一定要SUB 那名稱的話 我這邊取一個叫門號 OK 門號 然後底線 因為我要輸出公式 把公式丟到那個儲存格 這邊打一個公式 公式 OK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說SUB空一格 那個按鈕的名稱 再直接按按鈕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它蠻貼心的 會自動幫我加後瓜糊跟SUB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寫一個程式 寫什麼程式 輸出到哪裡 特別注意以後 在ECEL裡面的儲存格 名稱在VBA裡面 我們可以給它一個物件名稱叫Sales OK Sales的話指的是哪個儲存 指的是加S嗎 指的是這個工作表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那接下來的話 瓜糊跟他講說 瓜糊有沒有發現 後面會問你問題說 你那個儲存格 Grow的列 Index 哪一列 哪一列 輸出到這裡 OK 這是第四列 痘點 第二個問題 哪一欄呢 當然你可以用數字 A B C D 1 1的話5 不過5 有時候 後面欄我習慣用另外一種敘述方法 用文字 1欄的意思 OK 這個時候的話指的是 那個儲存格裡面要放什麼 當然如果你現在直接放等於什麼 等於雙引號 他就會幫我把後面的東西 直接丟到這裡面來 那這個裡面什麼 這個就是沒有資料 意思是清楚的意思 所以如果現在把它執行的話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 裡面的資料怎麼 被清空了 那相反的如果我今天 要把公式放過來的話 那公式好像 這邊剛剛有了 就這一串 我再把它 如果我要把它輸出 其實把這個貼過來就可以了 貼到雙引號裡面 再把它執行 有沒有發現公式又過來了 OK 不過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如果說你要把那個公式 直接放到這邊讓它輸出到這裡的話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公式裡面也有雙引號 那這個雙引號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那VBA也有用到雙引號 VBA用到雙引號 它是這一串文字 所以如果你整個把它貼過來的話 它會造成它沒辦法辨識 你這雙引號到底是公式裡面雙引號 還是你VBA裡面雙引號 所以怎麼辦呢 這邊有一個技巧 如果你以後 假如說你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記得要把它改成什麼 如果要貼到VBA裡面的話 記得要把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那以前我是這樣做 把它複製之後 取消 記得按取消 切才能切過來 那以前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直接貼上之後的話 然後再把它一個變兩個 一個變兩個 一個變兩個 但是要非常小心 為什麼 不能有落網之餘 插一個都不行 那後來發現 這個方法很容易做錯 所以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乾脆 所以我就在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之前 先把它貼到那個 附屬應用程式裡面的記事本 然後直接把它貼上之後用什麼方法呢 編輯有一個取代 取代 其實應該知道意思的 一個雙引號幫我變成兩個雙引號 這樣的話保證不會錯 因為那個是記事本 它全部它不可能會做錯 如果你用人工的話 很容易做錯 所以取代完之後 再把這個公式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待會請各位做兩個SUB 一個SUB的話 是叫做門號公式 把這個做過來 第二個的話就是再複製一個 一模一樣的貼到底下 然後把這個門號底線公式 改成要清除好了 清除的話意思是什麼 就是後面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刪掉 改成兩個串 那這樣我們可以看 這個儲存格 這個清除 有沒有 這個的話 就再把它丟過來 OK了有沒有 所以目前的話可以 針對什麼呢 針對這個儲存格做什麼 我要把公式丟過來 就是丟這一串 我要清除它的話 就丟一個 有沒有 亮一個 這樣的話 執行 有沒有 過來了 清除 如果你怕做錯的話 其實雲端上也有 在哪裡 在雲端白板 所以慢慢你們要習慣 雲端上面其實都有答案 在第一個單元裡面的 第13頁 就會有什麼 剛剛我寫的這兩段 有門號公式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來切一下 那這個是輸出公式的第一步 OK 只是說目前呢 只能夠丟一個 一個資料到一個儲存格 未來我們 底下還有一堆嘛 所以怎麼辦呢 後面就要教各位 再增加一個回圈 那回圈要怎麼加 待會再來看 都要做的 好 就這樣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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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